教練老師 大家好 我是楊宗林 今天負責主持這場 有關於國際志工的議題 其實這場 讓我們國際治共吧 怎麼會歸騰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來歸騰我們 為什麼這場 為什麼會歸騰我們 我們為什麼 那其實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跟敵方也認識 所以 要透過這種 我們有時候找議題 要想題目 只要花時間去想說我要找誰 然後這裡都要談什麼 需要花一點人脈的存摺 然後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說好不容易 其實我們在台中的哲午 從一月開始 今年一月開始到現在九月 那超過半年以上 這九個月的時間 那我覺得說 我們在議題的取向上 我們很難得會談到所謂國際 這種議題 那其實我也覺得 這樣很奇怪 因為我跟敵方大概 我記得非常沒有我們大概 我們是2007年的時候認識 然後那個時候呢 其實因為我是做人權工作 然後其實跟這個國際之公司相當 我也沒看過國際之公司 大家看到我這件T恤 如果 緬甸的 這個 Burma 對不對 那 2007年在緬甸發生了什麼事情 2007年在緬甸發生的這個革命 加沙革命 你知道很多生日上到街頭 所以 當然說 所以我因為 我2007年那時候 我本來在布拉格的一個 人權團體 因為我是做人權 我在布拉格的人權團體工作 然後 後來 暑假的時候 去到太南邊境 我先找Sam 然後那時候 Evon也在Tops工作 然後 就 跟他們兩位認識了 然後 所以說其實 呃 他們在 太南邊境界 那你從事的這些服務 跟我們所謂的人權工作者 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衝突的 而是說 是大家互為彼此去 合作 然後去做資源上的 串聯的 合作這方面 那所以說其實 呃 那時候我去到太南 我去到MESO的時候 其實 呃 透過Evon 透過Sam給我很多的幫助 然後也 跟在 邊境的一些人權的 在地的一些人權的團體 也有一些接觸 那所以我多多少少的了解到 他們的工作 然後 也知道說 哦 原來 我們在台灣又虛虛多多的人 是在投入說 在 呃 國際的制共的服務的工作 可是因為其實 我做 人權的失誤 所以其實相對來講 我又 比較相對激進一點 那所以說 對於說 呃 就是當然有同學提到說 那到底我去那邊 是成就了自己 還是 幫助了別人 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 我同樣 帶著 這方面 很強烈的 一種 批判的想法 那 呃 所以 包含我回到台灣以後 我在 國際特色組織的 台灣分會 擔任這個秘書長的工作的時候 那 因為我們 國際特色組織是從事 國際的人權的工作 所以 全世界各國的人權的救援的工作 我們全部都在 在從事 就是說 我們 比較像是在做跟政府施壓的動作 不是做第一線的直接服務 那透過這種 不管是很直接的 或這種 我們比較 在居於後面做這種 施壓的這種團體的工作的時候 我常常在想說 呃 我們台灣現在目前想有一些很 基本的一些自由 想有很基本的民主的基礎 而且設置這個基礎是相當薄弱的 那我們到底台灣可以做什麼 做一個台灣人 台灣的社會到底在這個國際上 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現場有很多朋友 你也當過國際志工 有人當過外交替代役 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我們其實 在每一個國際的場合 我們的身分到底是什麼 其實也是很重要 比如說像我在國際特色組織裡面 呃 我們 在裡面是有地位的 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是有地位的 可是 國際特色組織作為一個聯合國 正式的諮詢團體的時候 台灣人是進不去聯合國的 這個又很現實的狀況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個 國際組織工作的經驗 其實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那我台灣人到底 其實 不只是在看別人的難處 別人的問題 別的國家的人權 我從事也回想到自己說 在地身為我們自己台灣人 到底我們的認同到底又是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在這個 國際志工也好 或者是 國際的人道援助發展工作裡面 我覺得其實 一方面其實不只在 呃 提供 做一個所謂助人工作的角色 另外一個就是 回歸到自己本身 說自己在班前 那我會認同 到底是什麼 那當然這種 是一個 不斷辯證的 不斷找答案的一個過程 所以也沒有說 一定是 要怎麼樣 那所以呢 透過這個過程的思考裡面 那我覺得說其實今天一棒 尤其他的這個新書 待會結束之後可以簽書 對不對 可以嗎 有人帶書來嗎 有沒有人帶書來 很多 可以來簽書 那透過他的這個 不只是他的文字上的分享 那我覺得他來到現場 跟大家親自的互動 我覺得很重要說 我們大家每一個人都在思考這些問題 可能問題很雜很廣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說 那到底國際志工也好 或者是說 國際上的人道援助發展工作 什麼是發展 我們常常在想發展這個問題 然後 因為我都念社會學 然後說 我們社會學裡面講的 這個發展的社會學 其實很簡單來講說 台灣我們其實是做一個半邊扯 就是說 核心我們 你先想像的那種先進國家 有沒有 歐美 歐美這種先進國家 日本 我們好像都一直在follow他們的腳步 所以 包含歐美在從事國際人道救援工作的時候 他們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在那邊 那這個位置是不是值得去批判 因為比如說這些其實過去 因為英國好 是全世界最大的殖民國家 緬甸過去的殖民等母國 需不需要去批判這些所謂的先進的核心國家 可是作為我們 其實台灣這種已經發展到 差不多 還沒有上去很好 然後又 腰上不上的這種 我們叫做半邊扯的國家的時候 我們到底可以扮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怎麼去找我們自己的位置 那我們自己的認同就是什麼 那我想 待會一棒也許也會做一點相關的一些分享 那不多說啦 那應該時間多留一點給一棒 那是先進一棒來跟大家做一點簡單的分享這樣 大家好 我是王體育 你們可以叫我一棒 然後我的聲音有點小 所以我想先確認 是不是大家都聽得到我的聲音 可以 可以嗎 我有準備slides 所以有一些照片沒有在書裡面的 然後第一次放的時候 我主管設了下來 他說 你有沒有放書裡面的照片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看過這樣 就跟大家分享 你一樣都是來 你放那些藍金邊境的 你看 飛車照片這樣 嗯 今天 來到這 我想先講一下 就是剛剛大家的自我介紹 到宗妮的介紹 我還 覺得蠻興奮又蠻開心的 因為 其實 感覺上會有很多人分享 因為大家 懷著 或或或或少對於 這樣的標題 這樣的開頭 我是說剛剛那個Bannon的開頭 有各自的背景或想像 或是參與 或是時間跟介入這樣子 那 我很快的時間是 分享我自己 我 我個人認為是很個人的 那也稱不上是路維的工作 是這 從大學畢業之後到現在 那想知道 太平淵經的2005年到現在 這整整十年的 一個過去這樣子 就好 我是去哪裡 我想先回應一下總理剛剛講的 其實我一開始在2006年的時候 我抵達邊境的 2006年初抵達太美邊境的時候 沒有太多的想像期待 但是那時候我對所謂的人權工作 我很坦白直接講我沒有什麼想像 也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我只是覺得是我到了第一線 我以後如果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的話 那可能是第一線的事情 我並沒有去想到說 這個跟人權的工作或是跟政治的工作 會有什麼樣的相關 那時候是沒有那樣子的想像 那我現在講這件話 是因為我回看過去這一路走來了 人道就人工作就是政治工作 人道就人工作跟政治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在第一線的服務第一線的 當你看到這麼多的人 他可能因為方向而被迫離開家園 到一個地方 而且他為數十幾萬人的時候 你知道第一線的工作做完之後 你會想要去知道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吧 我們都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子慢慢慢慢的去了解到 原來不是只有第一線工作而已 所以我們在那邊的工作比較像是校長肩撞撞 然後社長肩撞撞就是可能到整理 無具用品 然後跟聯合國NGO泰國政府去開會做默選 或是倡議第一線的工作 在當地就是 其實感覺上是 真正社長間狀中就物色無保這樣 先介紹一下泰北邊境 今天我剛剛知道 有一位緬甸朋友 明哥拉倒 這個是緬甸化的招呼 那泰語的招呼是什麼 可以大聲一點嗎 不要那麼害羞 因為那個主派人一直跟我說 要很輕鬆 所以我決定用這個來暖牆這樣 可以大聲一點嗎 我想泰語應該是台灣人很熟悉的 可是泰語其實有男女之分 你們知道嗎 男生說 女孩子 所以她的尾音是不一樣的 那緬甸化就是明哥拉吧 就是算招呼禮這樣 他的民族是 緬甸的一個少數民族 然後他存在於泰民邊境 所以這支民族呢 他到泰民邊境的時候呢 其實是在殖民者英國 跨下國界之前 所以很早之前 這個背景想說先跟大家交代一下 在那樣子 他們來到泰民邊境之前 英國人來到泰民邊境之前呢 這個民族已經在那邊生存了很久 那國界被劃下來之後呢 不管他是國 政治上面的界線 文化上面的界線 或是地理上面的界線 他們都無可避免 這個民族就變成了 來自於泰國的克倫族 跟緬甸的克倫族 那緬甸有世界上最久的內戰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那到我們現在 在講話這個時候 他東部的靈性的遊擊戰 還有最近這兩三年 北邊的克倫 還有西邊的阿拉肯 都有衝突還是繼續發生 那我一開始到那邊的時候呢 這個是06年的教堆 有變嗎 有變啦 這個是有看過書 就是105號公路的那個朋友 你會知道西西利亞 他是 登進上第二座 第二道難民營裡面的老師 我遇到西西利亞的時候呢 是九年前 那 他年紀差不多跟我相仿 然後他從小在難民裡面長大 好 那個難民是邊境的第二道難民營 叫溫量來 那大概有兩萬多人 那他給我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 在日本邊境上難民這樣子的議題呢 應該要如何處理 現在大概解決難民問題有三種方法 請問有人知道嗎 還是說我好像應該先問一下 你們知道什麼是難民嗎 要不要有沒有人要 就是其實你們可以 就是有問題可以問或是 你需要太清楚了 有人知道詳細是這樣的嗎 你們是難民 沒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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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家 沒有家 那你 請 哪些人 都會有辦法 有辦法 再歸來 非常完整 非常完整 但差了一句話 就是他要跨越哪裡 跨越國界 對 跨越國界 謝謝你 對 他要跨越國界 然後 這一群跨越國界的人 不管是天災人禍 或是其他等等的因素 他跨越的國界 他會 可以擁有許的難民資格的這個資格 那是跟德國國難民許醫院的資料做申請的 以太平邊境的Case為例呢 在太平邊境的難民以克倫族為主 大概現在有15萬人左右 那那個人數有人離開也有人進來 所以他的人數大概都一直維持穩定 在這樣子線下的文數 那回到第二個問題就是 請問難民最想要怎麼樣 回家嘛 那回家是一種的解決方式 還有兩種解決方式有人想得到嗎 那立香哥很好 其實是以太平邊境的Case為例就是 如果難民所在地也就是泰國政 願意讓他們成為當地人的話 除了泰國的身分資格就是ID他的話 有個Status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就立案住 可是在這個Case裡面就是了 泰國政府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承認 已經存在超過20年的10座難民營 是難民營 那還有第三種方式有人猜得到嗎 這是第三 這是第三 第三國 到現在為止每年大概在邊境的難民 有大概一到兩萬人左右 他們會到第三國 就是所謂的 第三國安治 那第三國安治 那第三國安治呢 現在在邊境以美國的最大中 那西欣利亞呢 講了那麼久 西欣利亞她是其中的一位老師 在難民營裡面接受國際原住單位的 提供的免費教育 從Nuxury開始 幼兒園開始 一直念到了 英里面的高中畢業 就是他們是用試驗機制的 所以是G10 高中畢業之後 他選擇留在當地 他有那樣子可以離開的機會 可以到美國 但是他選擇留在當地 很多人選擇離開 他是選擇留下來的人 剛剛有提到就是 在這邊的工作 校長監狀中 這張照片大概是一個例子 這張照片是我們跟梅道診所 每天會介紹梅道診所 是在邊境的一個難民醫院 我們要診所去 我們出車要去 在雨季的時候 就是要去一些邊境的學校 做越籍防治還有一些治療跟頭藥 然後四輪團動車 卡在那個泥地 然後上的那個 內巡人其實在 我的當地工作 我剛剛在用那個鐵鍊 鐵鍊把輪子上鐵鍊 通常會增加它的摩擦力這樣子 然後讓它吃的比較深的 結果還是沒有成功 所以我本來預計那天要去三個學校 那有沒有才能看怎麼辦 用搬 對用搬的 先搬再走路 不對先推再搬再走路 推到把車子 一群人把車這個藥已經都卸下來了 一群人把車子推推推推 推大概一個多小時 推到主要的蛋道上面 然後再搬藥 然後再走這一條大概 兩個小時 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再進去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位朋友 戴帽子載著 然後烏先生 那是沒道德索的 也是他們都是那名本身 是一個很優秀的醫療工作者 他光的腳 有看到嗎 在這樣子的泥巴蒂光子腳 如果是你走得快嗎 我是照相的人 我是在當時那個狀況裡面 唯一被他們熱力要穿雨鞋的人 然後那你們覺得我穿的雨鞋 之後有走得比較快嗎 沒有 沒有 對 正確答案就是沒有 穿著雨鞋之後呢 走得還是比大家慢 然後膠也摔得比人家多 牛仔褲 反而是藍色 就全部都變這個顏色 尾巴色 到後來就是毛起來 什麼都不管 就是一定要跟上大家的腳步 避免工作 不必這樣 剛剛提到的難民營 有一個在看美邊境很實際的狀況是呢 營裡面的空間有限 每天的內戰 每天的狀態 它沒有變好的狀態之下呢 還是不斷的有人從東部 想辦法跨越三分之二布滿地雷裡面的邊境 然後到台境來抽身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進到難民裡面 那這樣子大的一群人呢 越來越多 我們在那邊統稱他們叫做移工 緬甸移工 英文叫Vermes migrants 那當初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令人令我覺得難以想像的是 好像難民這兩個字意味著缺乏 但是其實呢 在免疫移工社區裡面的自己的狀態 也比難民裡面還來的少 為什麼呢 因為在難民裡面其實這二十年來 已經有大概超過二十到二十五個國際演員單位 就是在做醫療教育 還有就是基本食衣住行等等的提供 好那個網絡 好是長期的一個網絡 所以呢 像這樣子 小孩抱小小孩的那個狀態 其實在Vermes migrants 旁邊也只是在免疫移工社區是很多的 好是很多的 那你看到小孩抱小孩 你就知道後面有家庭嘛 後面是有家庭 那這是其中一個 免疫移工學校 有一個很美的校名叫藍天學校 他也是書裡面提到一個店長 這個學校因為他的地理位置特別 所以他其實剛成立的時候也是在2006年 剛好是我去的第一年 就是受教泰國 泰國當地報紙的那個主任 因為難以想像 難以想像 為什麼可以生活在回收場裡面 難以想像 不但是在回收場裡面成為一個社區 還在回收場裡面辦起教育 這張照片是台灣的台南藝術大學的學生團隊 然後我們在泰國邊進工作的時候呢 這個團隊定期來 我們那邊大概每年一個月 然後來了三四年 他們主要是透過非語言性的一些肢體動作 還有一些音樂表演等等的方式 跟小朋友互動這樣 其實要講的是 用這張照片帶出這個東西 也是大家其實 後都過小很多人懷著 這樣子的 想要討論的那個心情 未來者能做什麼 或是不能做什麼呢 我是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拯救世界啦 但是我知道就是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就是對這樣子的事情很有向往 就是很有想像 還有熱情的那個狀態 我覺得那個狀態那個的初衷 跟利益是兩下的 那重點就是在於 要怎麼樣去好好的 細緻的討論這件事情 我不能做什麼 我能做什麼 誰需要幫助 幫助 對我來說一直都是一個隱含著 或是說其實很明顯的 凝癒著 一個所謂相對下關係的東西 所以 脫去的幫助 的話 我們能用什麼樣的心得出現在當地 這是第一個我自己問自己的問題 發生需求 誰的需求 再來就是需求這件事情 他們需要的真的是 你知道了嗎 你覺得你知道了 但是這個需求會不會變動 這樣子的問題 其實對我而言 我覺得在同一個國家 或是在我自己身上長土地台灣 要去確認這件事 跟不一樣的社群團體 都已經有一點困難要花一些時間 何況是那個場域拉到語言 文化環境 石頭脈絡 還有當地的權利關係 都不一樣的場域的時候 我們如何能夠確認這件事情呢 那尤其是再加上這個團隊 千里迢迢迢從海外到了當地 經過三大約九天 或是兩個禮拜 那個短期的狀態 其實以太平原經為例的話 一直都不是很需要短期的 所謂的職工團 要職工隊 那但是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接短期的海外職工團 你們猜猜看 大概一個月以內 有 對 我們最高紀錄 兩個月 就是台灣的寒暑假 那裡的工作時間 因為那裡的暑假是三月到六月 就是人家工作的時間 然後台灣的暑假 我們最高紀錄接了十三團 然後就我們都在自討開玩笑 我跟Sam在開玩笑 我們在接課 那 對我來說呢 職工或是 不是職工 工作或是生活 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會回避到 比較個人的一個部分 那是一種自我成長的過程 然後學會怎樣看待自己 好好的看待自己 好好的看待自己 而且要坦誠地捏對自己 還有就是 可以跟他很好好的共處 舉一個例子 一個讓我印象還蠻深刻的例子 就是某一年有一個 中叉大學的國際際工團 校際的 插秧大學 然後 就學了八個 跨系所的優秀學生 學生真的非常優秀 其中一兩個到現在都還有跟我聯絡 這樣子 他們現在都在 也真的都在國外 有一個工作 就是服務職工作 那時候呢 他們出隊的時候 發現也很有意思的是 領隊的教官跟他們 帶他們到了 派遇邊境 就是我們工作的地方 然後呢 我帶他們去學校 那我們都會有一個 所謂的orientation 就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希望的 如果際工真的非不得已 難掉了當地 那短期際工 那我們希望那個心態是 學習的 那個心態是尊重的 而不是幫助 也不是助人 更不是服務 希望這樣子就好了 交朋友 簡單就好 這是我們慣了初衷 這樣子開始就好 然後呢 到了學校之後呢 那藍貼學校是其中一個 討論區域的學校 教官就 拉起紅布條 開始照相 然後當場 包括我在內的 還有那個 大學的學生去工作 欸 大家都有點錯了喔 那當地的校長老師呢 因為 我們身根的關係 那個長期信任的關係 所以當然不會怎麼樣嘛 那就是這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問題的問題啊 關於照相的一件事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 剛剛自我介紹 都是到國外出演 你們可能或是或小孩 會有這樣的疑問 會不會拿起降機 會不會有權利這件事情 尤其是在所謂的 所謂的 我們不願意要 但是所謂的發言中國家 這個是 本來就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那 在這12天的 他們好像是來12天 還是兩個禮拜吧 的問號當中呢 學生技工團的主要的負責 同學就跟我講了這句話 他說 以後 我覺得 我來到 邊境這個地方 沒水沒電的村子裡面 跟他們做做活動 帶帶英文 然後交交小朋友 我真的有幫助到他們什麼嗎 我覺得其實很恐懼 就是我覺得聽到這樣子的話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一種同感 也不能說是同感 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其實心裡面是這樣想的 邊的代表的是一個 開始擺姿 或是開始去想著 要怎麼樣真的可能可以來 生根或是投入 或是真正開始去想 什麼是志工這件事情嗎 雖然說還是花了一些時間 成本走了這一招 那 如果呢 把他當成一種態度 的話 對我而言啊 我自己一直覺得 如果說志工 這個不是一個身份 那當然其實大家有過多感到 關於身份的事情 把那個身份的標籤拿掉 把他當成一種態度的話 其實一定要太有邊境嗎 我個人不認為 台灣可不可以 了解一文化一定要在太平邊境嗎 新住民呢 我自己對台灣新住民的關注 其實是來自於太平邊境 我到了太平邊境之後 我從事的緬甸的移工的這個計畫 看到了當地的泰國人 是怎麼樣來對待他們所謂 極工當地主要經濟發展 然後動力的這些緬甸朋友 所以我開始回看我的故鄉台灣 是怎麼樣來 台灣的人民是怎麼樣來看待 這些新住民的朋友 然後呢 我常常會分享就是 留下什麼這件事 也是我自己在問我自己這件問題 我到底留下了什麼 我自己覺得就是 之所以可能可以擁有豐富的生命 我往往在於能夠從 一種的經驗那邊都過清中 看見自己的故事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怎麼樣藉由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去發現自己的故事 你到底懷的東西是什麼 滿足的初衷是什麼 真的是無私的奉獻嗎 我個人對我自己的回答性 完全不是 我也能獲得 有 那能獲得一直到現在 他變成敵運 而且還一直在發酵 我覺得應該要大方的去承認這一點 對我自己來說 然後與志同大活的志工夥伴 在當地有人 都想過氣 創造溫暖 見證可能就成熟 現在也還沒有很成熟 我自己覺得 恐恐蛇 這個 你孩子 我在邊境能夠 然後 待下來 一年又一年 每年簽約都說 再一年就好 這樣子 然後就 一年一年簽這樣子 而且本來應該只是 要去巴拿馬 就 巴桿打不倒邊 不是來太美邊境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就到了太美邊境之後 我覺得是人 當地的人 這些人 讓我感覺到人跟人的情景 那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是在 城市裡 但是不是這間 感覺不到的 恐怖他 也在我的書裡面 有一位原種 美國的難民 就是他 上個禮拜他才寄 寄了一張照片給我 我給我看他的小孩 剛剛跟剛剛的西西利亞做對比呢 他就是選擇 離開 邊境 然後到 第三國 展開 新的生活 有了新的身分 追尋 所謂自由的 的人們 那那個狀態呢 其實 我是有很多 很好的 個人 其實我跟他 我們曾經有過 因為我們很好 就是不是工作的朋友而已 而是工作跟生活的朋友 那一生 我不知道人的一生 有沒有幾個這樣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 就已經很 很值得真實了 所以我曾經問過 他說 你確定你真的要去美國嗎 我很想告訴他說 你知道你追尋的 你知道你追尋的 所謂的自由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可能的牢籠或枷鎖嗎 可是我蠻心自問我沒有資格這樣子跟他說 我蠻心自問我沒有資格去跟一個從來沒有呼吸過所謂自由空氣 而跟這樣子的事情 在世界懷有想像的人去說這樣子的話 那我不會幾種語言 我們這樣子來切入好了 以他作為一個典型難民長大的青年 他會語電話 客人話 流利的英文 然後因為在太近裡面 所以他又會太文 然後他可能跟不一樣的NGO工作 比如說跟我們工作 又要過多過小會一點 中文啊 謝謝你好我愛你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是幾種語言起跳 至少四種語言起跳 以前我常常自己都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什麼叫國際化 我覺得邊緝裡面的學校 是整整的國際化 他們有三分之二的學習是在語言 那個是因為環境 但是因為這樣你發現他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勁之所能 在善用這一些的獨立的資源 這個是放放女王的照片 在南邊的一個學校 也是一個migrant school 嗯 潑水喔 潑水節 我為什麼會放潑水節 其實是潑水節 節慶在那邊有時候 除了節慶本身的意義 它扮演著一種蠻難有意思的 潑滑性或是媒介 在這個 我不知道各位聽到潑水節 真的發生會是怎樣 在邊境或是在沒錯 這個小城 就是一個禮拜的潑水 是整整一個禮拜 大家通通收假的潑水 然後就是像這樣 然後每一台車這樣 就是繞整個鎮 然後有人在裡面開車 開車的人心情通常真的好 因為他們沒辦法活 是不是都滾流嘛 然後就是帶著一車的人 這個我們都是開這種pick up 工作的車 然後在這樣子的狀態之下 你會發現本來在邊界 好像很混雜的很多種族群 那個那個那個界線呢 就是好像暫時都不是很重要的 以這樣照片為例子 其實它就有騎摩托車 開車的當然是太多人 像這樣子的孩子喔 一看就知道是女店小孩小朋友 那個水箱應該是店家借他們的 還是他們自己去偷人家玩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在那邊叫 那邊叫做家販老和格拉娃的一個洋人 在那邊的工作者洋人有多數 裡面的一餐 在他們吃飯的文化裡面 是用手拌飯 手拌辣椒吃飯 其實大家有用手吃飯過的經驗嗎 請問感覺怎麼樣 還有嗎 好謝謝 我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用手吃飯飯會特別好吃 我不是為了宣傳才講這件事 是真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就是 其實用手吃飯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我自己覺得啊 可能我學的比較慢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在第一個月的時候 我跟他們 我的朋友們 就是用手吃飯的時候 我一直很納悶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可以 嘴巴乾乾淨淨 然後手也乾乾淨淨 非常流利的這樣子 邊吃還可以喝湯 你知道嗎 用那個 就是他們有 其實是有一些 這個台語是叫明明更難嗎 就是這樣 對 對 就是你是要去注意一些東西的 比如說你的舌頭 跟你的送進飯裡面的兩個手指 跟那個銜接點 對不對 這些東西 就是我後來才體會 所以總而言之 就是我吃得非常狼狽 就是都是飯粒 就是大家談笑功是嗎 這張照片是自己嗎 很喜歡那張照片 邊境的孩子其實一直到現在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禮止過 都一直在提醒 他們扮演的我最好的老師 因為 資源很困難 你知道他們真的很努力學習 那個很努力的學習 在 有一日去過邊境 參加我們公園旅行團的空流 他就分享 他分享讓我學到一件事 他就說他的觀察 像這樣的小朋友 他自己偷帶了一些糖 從糖過去的時候 想要 用過他們給他們吃 結果發現 那裡的小孩子 全部都 一定要做完功課 他們才要吃糖 就是要把現在的事情做完這樣 我聽的其實非常驚訝 我聽的也很驚訝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觀察到的 我就在想說 台灣的孩子 不知道會是怎麼樣的反應 那這樣子的狀態 他其實也是一直在 替性子我去練習 所謂珍惜這件事情 張照鏡是在美道診所拍的 這個孩子跟媽媽 媽媽不是後面的 剛剛他們在那一天的時候 然後剛好中山基金女士的生日 美道診所在幫她做祈福 然後她跟媽媽在當天就是 前一天住在診所裡面 因為他們從緬甸境內求醫 開了差不多快要一天的車 當然他們快要一年的車 到美道診所來就診 美道診所到今天為止 都還是邊境上大概唯一的一個 在提供美天難民免費醫療資源的一個診所 他雖然名為診所 但其實是醫院規模 因為他服務人是已經超過幾十萬年 然後大科辛西亞其實他也有 在哪裡有人幫他寫書 就叫辛西亞醫生也沒道診所的故事 所以歡迎大家去 去理解美道診所來做什麼 那為什麼我標題會下一位 改變世界難民呢 其實 因為想告訴大家說 其實並不是我們想像的所謂熟悉想像 難民並不是這樣子的 至少在我看到的它很便宜這樣 在美道診所裡面 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你看到其實他們如何在用非常有些的資源 去做各種可能的時候 而且形成他們當地的做事方式 他們處理事情的一些態度 甚至是如何應對這些來來去去的NGO 所謂的短期志工已經不用討論 再討論的是 所謂做長期發展計畫的NGO 那個長期可能是三年五年 美道診所已經得積出這樣的經驗跟能量 來去應對這些終究會離開的過客 他們很努力的希望把這些影響 變成正面的影響 能夠真正的在身跟當地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留下來的人是誰 是他們不是我們 我們永遠都是有那個選擇的 全力可以離開的人 可是他們沒有 還沒有提到的這群人 在國際上面有一個稱呼叫他們IDP 全名叫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就是跨越國境的是難民 沒有跨越國境 但是因為天災或是人禍 或是政府迫害在境內的 在自己比較境內流產的 最估計在裡面東部的賀倫州境內 可能還有五十萬人左右 這是蠻多的一群人 那一位東部是草民區 所以那個訊息並不清楚 那每段人口他們其實都一直有 一直非常有影響 與國際的醫療隊 叫背包醫療隊 顧名思義他們就是 每個人負重五公斤的背包 背那個醫療物資 然後徒步從邊境我們那邊 然後徒步進入展區 直到現在都還是有這個team的存在 這張照片是在 就是在IDP每天境內 每一個站區基地 當時拍下這樣照片 原因是想跟大家分享 你們有看到後面嗎 他在主張活動 然後活動是跟孩子有關的 即使是在這樣子的地方 還是可以更有我跟孩子相關的活動 那有沒有學校 還是有 在那樣的狀態之下 需不需要辦學 不是我說需要 是他們覺得需要 那我們在那樣的狀態之下 就是跟當地的社群一起去協力 這個活動辦的其實是滿大的 它是科爾反抗軍的營地裡面 他們辦就是大概 以那個軍營基地為基準 幫人五公里之內的村落 所有的小朋友的一個 所持的一個活動 那學習什麼 就是他們的傳統的一些文化 跟很多台灣的一些部落 然後分析住我們 就是對於文化這個部分 他們的文化跟傳統部分 也是非常跨在的一種種 這張活動是 聯合國難民主其中的 臨時庇護所 背景是大概在兩三年前 某一次歸往比較大的戰役的時候 大概有六千多個人 就是在北邊跑過來的時候 有一個臨時的一個狀態 那出車三四個NGO出車 然後大概開四個多小時的車 然後到了當地 那我們有四個NGO一起過去 到了當地面對這些人 你們覺得我們做什麼 我不能做什麼 我們是做教育為主的 當地的工作夥伴們 就是跟我們一些工作夥伴們 就是在活動 然後主要是能夠讓他們的心情 可以平復下來 這個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這六千多人 就再沒有辦法進到營 或者說還沒有辦法取得 入營許可的那個狀態之下 就會有些幾樣的事情 需要去處理 那由這個case 或是這件事 可以讓大家知道的是 就是 其實所謂的外來者 或是人道援助工作者 或是外來外籍援助工作者 到底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在泰原邊境的case裡面 大概有 如果你說有三十個 國際援助單位的話 這三十個國際援助單位裡面 可能有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員 都不是外國人 那都是誰 大家再看 蛤 我聽到好多那個 如果沒有聽到一個 可以有人大聲一點嗎 都是當地人 就是如果是在那名營裡面 就是在那名營裡面的那名工作者 那名老師 全部都是當地的教育工作者 或是醫療工作者 或是社區發展工作者 或是人權倡議工作者 或是勞動權倡議工作者 那所謂的外籍人員 其實是少數中的少數 因為我一直常常 這每年後來 一直都會被問到說 你不然你在那邊教什麼 然後你在那邊搭老師啊 你帶幾個小朋友 那 以長期的角度來說 就是我們其實是希望 一直做好這樣的準備 就是讓我們自己失業啦 為什麼 因為他們才可以長出 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啦 那以這樣的角度來說 那以這樣的角度來說 其實很多的事情 當我們主客意味 或是說 在主客去劃定之前 去想一想 到底誰是主誰是客的時候 會發現整個關係 應該有所轉變 或是說那個權利關係 有了鬆動之後呢 那個真正的工作才開始 以當地為主 以當地為先 或是以當地的脈絡 我優先考量 那個工作才會開始 這是另外一個 也是在東木戰區的照片 照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 我其實不知道為何而戰 就是說 客人有世界上最長久的內戰 但是對我而言 我並不知道為何而戰 就是在反抗軍的革命紀念日 當天 然後表揚了照片 左前方的這幾位 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參戰到今天的人 在第一線的一些感觸 就是你 你不管是政府軍 或是反抗軍 當你比如說舉個例 當你知道說 好不容易我們奔走 過完的一些女娘 或是一些資源 就是在一些所謂 但不管是一大的村子 然後被取走的時候 然後你知道取走 可能是反抗軍軍的 然後你那樣子的那個 我記得第一次知道 這種消息的時候 是完全無法接受 從完全無法接受到 到可以去面對這件事情 到可以去平靜的接受 而且明白有些事情 並非個人之力 可以改變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差別是有的 這個是也是書裡面提到的一張 叫做生理長治 那篇裡面提到的這個學校 就是這一間 叫旁邊的學校 我常常覺得就是像這樣子的學校 都一直在提醒我自己 什麼叫做教育的本質 是本質這件事情 教育然後還有本質 那在邊境常常會混到一個很 很簡單又很單純的狀態 就是上面這兩句話 就是因為那邊的學校 不太像我們在台灣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我們想像的學校 所以那邊願意拿起本體的 社區招來是我的老師 永遠就稱他老師 因為是人缺乏 教育工作人缺乏 那願意就在地上學習 沒有被爸爸媽媽帶著去工作 如果是有醫師所人 我們就這樣說什麼 這剛剛已經討論過 就是 梅拉營是鎮上最大 鎮金山最大的難民營 大概五萬人 這位女士Karina 她是在營裡面負責協調 所有的幼兒園的大園長 五萬人喔 有很多的幼兒園 她是大園長 她也是其中一位選擇 沒有離開邊境 留下來的人 剛剛講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這些外來工作者 還是有選擇的權利喔 從第一年沒有就是選擇 不要進入那裡 到後來她變成是工作 那其實那個狀態的差異是很大的 然後再從那樣的狀態過度到 欸你跟裡面的人 不但是只是工作關係 還變成了朋友 然後你又會發生說 欸怎麼每次說再見 離開的人都是誰 會說我自己 那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知道他們沒有辦法選擇理去 我覺得那樣子的增長是一定不好說的 嗯 那個 大家猜猜猜猜猜 我這個 一央午餐 一碗一個Nursery的小朋友 你看多少錢 好準喔 對 吃五塊 好兩年前三塊 現在漲到五塊 也是漲價啊 那裡面的東西沒有變 嗯 剛剛主持人中有提到 所謂發展這件事情 或是說 所謂的先進國家 所謂的落後國家 好這件事情 這其實是我在邊境上 我一直都跟人家開玩笑說 我在邊境的工作 我面臨一個發展的學位 那個 那個當然那個發展是錯綜目的 又很 我自己認為就是 混亂中帶著 帶著 帶著一些疑惑的一個狀態 誰發展的誰 或誰幫助的誰 這兩個對我來說是很核心的問題 那現在我在做了一些研究 我現在在念古詩班 然後做了一些研究 也都跟漫漫相關 其實主要就是在討論 所謂的發展 尤其是在那邊境下 很多都是西方國家的發展 還去討論他的那個文本 跟脈絡 還有就是 像這樣子 比較多 我就今天不細講 因為這個大概就是 比較細的東西 就是你要如果去看待 所會發展這件事情 而且在如果是把眼界拉寬一點 就是在全球這樣子的一些發展 疫情存在的國家裡面呢 其實是每一個國家都存在 到底是怎樣去介入這些發展 那有多少的發展計畫呢 是試圖去描繪一個地方 把它變成一個所謂低度發展的國家 去滿足計畫產生本身的那些情力的幻想 然後呢我們要去執行 拯救發展出一個誰想要的模式 光是這一點東西呢 我覺得就有非常多東西 可以去做討論 我們不說批探 但是呢實際上呢 討論之中呢 批探會產生 所以呢 我的大概一個分享對於這個 slide 就是其實人道援助工作 並不是一個所謂美好的工作 它就是一份工作 你要面對的就是一個 那你就是一個社會 就是一個學校 就是一個全力關係好或不好 都會有的關係 這個才是真實的狀態 如果曾經對於這樣的人道援助工作 尤其是跨越國界的這樣的東西 有所謂起立幻想的朋友 就是我自己的一個經驗堂這樣子 當然呢 你還是會被他們感動 我覺得在編輯這件事情 旁邊一言很簡單 就是你看到這些人 在很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 資源曖昧不明的狀態之下 你看到他們還是有那個做夢的勇氣 或是追逐一些理想的夢想 我覺得那些東西都非常迷人 那包含就是可以跟他們 漸漸會說他們的語言 當然也是一個 我覺得很必要的事情 然後可以真的了解 他們或許所想的 他們也真的願意敞開心胸 真誠跟你更化的時候 全力關係才會開始有的鬆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因為外來者帶著資源的資源 無可避免就是要去面對 那個權力關係是不平等的 沒有為什麼 就是面對它 這個是 也是我想提的就是車站 車站那邊竟是一個送往您來的地方 在很多地方都是 那邊竟的車站更是 因為很多人都是沒有死別就是生理 是活生生的生理 那這樣照片是在英國的倫敦 那邊往Eurostop 歐洲基辛的那個 入關的家口 車票的那個家口 然後呢 他們的政府單位人員 放了這個布置鋼琴 然後上面寫這句話 Play me I'm yours 然後我剛好寫你 我很喜歡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我就常常到那個對面 對面其實有一個咖啡廳 然後我就看人家即興表演 然後我就在想說 如果是在台灣 是不是鋼琴蓋 會不會蓋起來 寫著琴或觸摸啊 不知道啊 但是我自己是很喜歡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就非常非常多即興的表演 那我後來到了歐洲進修 那 貝美我跟他很聯繫 然後我都很聯繫 因為其實很多朋友 就如大家所知 他們是站到一個 第三個關節計畫 他們也在所謂 向往公自由的國家 展開新生活 但是 絕大多數的那個新生活 其實是充滿了 很多的無力跟掙扎 甚至可以說是 不一樣人生的戰場 所謂的戰場是 以剛剛我的好朋友 同哭學為例呢 他在美國必須要接兩份工作 兩份工作都是大家可能可以想像 就是基層的勞務工作 可是他在邊境可以做一個 教育工作者 社區發展工作者 他的能力可以被用上 他的學歷 需不需要被承認 不是問題 可是當他的學歷被拿到了美國 馬上就是一個問題 美國政府承認 那名你出來的朋友的學歷嗎 不承認嗎 好 這些人畢業 他們有所謂的 certificate嗎 其實也沒有 有啦 就是我們NG會發 可是 可是他們不會承認 那個接收國 他們每一國家的條件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美國又特別的 不一樣 因為像北俄國家 他們接收那名是希望可以照顧他們 所以他們的條件是以政治勞弱為優先 那美國是需要勞動力 所以那個條件就非常大不一樣 連機票都要訪他們 在美國政府 然後就是 到了澳洲呢 我接收到的就是 這樣上面是在英國的shaffield 在英國中部的大城 也就是前面的殖民國 他們接收了 柯倫南林 然後把他們這群人 大多數都放在shaffield 英國中部的這個城鎮 因為工業大城 那在那裡呢 有一些朋友 那我也去了 那其實知道他們面對的那個問題也 很難以讓外界的人所想像 文化上面或是傳統上面的 所謂融合不融合或是 或者是消失 那很多這樣子像這樣子 情緒上面存在的東西 他的精神意義又在哪裡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問子 然後下一代 下一代的狀態是更明顯的 我 對於我 對於身分 對於認同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每次想到這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會關照 或想到台灣 就是我們 我們自己的這個部分 其實關於台灣的狀態 跟特點編輯客輪和我們狀態 我們 一直有很多的討論 就是我跟我這些 讓你們可以認同 特別是沒到成熟 有一群白天工作 晚上喝酒的喝酒好朋友 對就是 會聊這些事情 他某種程度 啟發我相交的台灣意識 那 討論到家鄉這件事情 原本啊 在難民裡面的人 他們想回家 家鄉可能在對面 還在發生戰爭的緬甸 那你可能是遠鄉 但是當場景地獄拉開 或是跨越 那樣子的地獄將這個限制 回到了歐洲的時候 很有意思的是 很多的那名朋友 他們那個眼界 當他們回看家鄉的時候 那你的冤禁 好像也可以稱之為家的 甚至是難民裡面 很多人終極醫生 他們在營業長大 也並沒有回到所謂的 緬甸禁裡面 那關於原鄉 會一直提出這件事情 這張照片是第二大難民裡面 都是非常難民 那 剛剛提到的 蘭蘭離開 然後就是 很多朋友就是 有一些朋友 我在營業裡參加過 蠻多婚禮的 那有幾段婚禮是 就是結了婚 然後有一方馬上要離開的 那都離開可能就是一三國安寺 而一三國安寺並不是 我們兩個一起去 就我們兩個一定會一起 被安寺 並不是這樣子 那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 那那個分開會造成很多的 我自己以前看來是問題的問題 於是就 我就會問成問題 我就會問說 那為什麼要結婚 我問了好幾個我的朋友 那為什麼要結婚 然後問了之後 也這樣是成問題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他們的 那樣子的堅定 或是說 很單純的一些微信跟堅持 你會覺得說 你好像找到一些人性的力量 很單純的聲響 這樣方面是在德國邊界 不對 波蘭邊界的一個小城 以前是德國的直言城 像波索的一個橋 然後他們好像 歐洲很多地方有這種 這種鎖就是 對 然後有一點頭都可以調的 謝謝 那我想快一點 下面介紹這些東西 我稱X為未完誠理論 是因為 一方面提醒我自己 不要忘記所有的漏點 然後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這些都是 還在進行中的事 這些年來到過泰眠邊境的 台灣同有不少 很多 那這些人在台灣 我們現在也是希望就是 能夠透過一個協會 的平台 叫Floco Action 去把這些人摳起來 然後去連結這樣子的 然後利用 第一個我們在做的事 是邊境公益旅行 這樣子的活動 已經示範大概 第3、第4年了 它的定義範圍很廣 但是有兩個東西 是很確定的 第一它不是製工團 第二它不是觀光團 也就是說你不會 你不會看到那個 7點吃早餐 8點去哪裡 然後9點刷比 中午吃餐廳 就是不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用邊境的路條 然後呢 去做什麼呢 就是去交朋友的 去交朋友 去會覺得交朋友的 然後去跟著 我們在邊境深圳的一些朋友 目前是我啦 還有Sam 就是到邊境去 跟到邊境去 去了解就是我們已經 有長期五官關係的一些 當利談他們在做什麼 然後跟剛剛好幾位朋友的 介紹加分享 其實都有提到就是 回來之後呢 回來之後呢 我個人覺得像這樣子 脫去所謂聚工 神聖工環之下的 這樣子的 走一走這些事情 回來之後發生的一些漣漪 反而讓大家覺得很有意思 這個攝影展現在正在 正在展出 在北投的SoulSignalock 剛剛好像有位朋友 就是這樣來的吧 就是知道這個攝影展來的 那就是這次遊去過的團圓 公益 公益旅行團圓團圓 他們自立發起辦的 那就是三個月的假期 然後期間也會辦相關的活動 等等 那就是很多東西其實都是 回來才慢慢發想 大家帶著各自不一樣的背景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 去想說我自己 可以結合我自己 哪一方面可以在不同的 以不同的形式進生力氣 另外一個我們其實在台灣推廣的 那樣的東西 是一個手機品牌 叫做群木娃 大家可以跟我唸一次嗎 謝謝 你們已經會了一句客倫語 群木娃它本身就是一個客倫語 它代表的是客倫女孩子 最傳統的白色人生長群 所有的客倫女孩子都會有見 至少在未婚之前會穿著 那以群木娃為命名 創辦人是一位台灣女士 她已經在邊境地區 她在邊境二十幾年 是我們的前輩 那當初十年前我們在邊境 就是這個群木娃手機品牌 剛剛發芽的時候 大家沒有人會做東西 就是沒有人會把布變成東西 所以完全就是無中生有 很多很多的所謂的發展工作 都是無中生有的事情 大家就跟當地的父母一直在試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樣子的事情 變成一件不僅僅可以維持婦女 當地婦女或是當地人民村民生計的一個事情 而且它代表的意義呢 還可能是對土地有一份關懷 對環境有一份關懷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來自於邊境的村景片 他們原本的生活方式 意味著有沒有農耀 沒有喔 那句話我要括一下 那句話我常常是在回應那個 台灣有一些很關心的朋友會 會說你們不是有積念 你們都有積認證 就是因為我們在邊境都很習慣 就是洋人來或什麼 我們都會說喔 對環境的 可是當環境遇到所謂的認證蓋章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會畫出那個懷念喔 可是就這樣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因為根本沒有有認證的概念 也沒有農耀的概念進來喔 那個很有意思喔 然後染色也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一個狀態喔 那因為它是用天然染色 跟我們現在身上穿的這些化學染色不一樣的 天然染色是什麼你知道嗎 染記 對 植物或是昆蟲都有 天然染色 那天然染色也不是 OK我去森裡面找染色之不是 因為天然染色在最原始的村子 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他們是一種祭典 天然染色為了要感謝森林用物有人 他們必須要去做祭典 去感謝這些取之於大地的東西 所以它是跟生活結合的事情 所以就是有一點無心差的我誠意啦 所以群木王會變成一個 從很單純的協助婦女智利到她 進一步可以維繫當地的生活方式 傳統文化 還有友善的環境體力的事情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在台灣的設計研發團隊 就是跟別人的婦女一起分享光創 然後立心的Flyer 我們要等私業 然後所以可以幫你們看看 下一個是明星片在學校 這是09年被發起一個計畫 然後初衷很簡單 就是影像明星片 這就是明星片 因為影像語文字 更能夠有時候 可以把那個故事都推到人的眼前 那一開始 開始的時候被 我就被潑冷水 是要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就我有朋友就說 一張明星片 你是要怎麼樣改學校 然後那時候 我一開始沒有什麼信心 其實沒有什麼信心 然後也覺得心裡有一點點動搖 但是還是做了那件事情 然後影像不是我選的 因為我自己無法選 影像是好幾位 那時候好幾百位 就是透過那個文庫大家一起選出來的 那他很反慢 但是一直在做影像今天 那也贊助了教室薪資 然後營養午餐等等 有沒有蓋學校教室呢 有 可是那學校教室的龜谷 並不像我們台在這裡一樣 那是這裡一樣 那這個是今天 我跟Banner的那個照片的小孩 他也是希西里亞 因為呢 自己剛才是希西里亞的學生 然後上面那句話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他是明星片後面我寫的一句話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我現在知道這句話 是甘利先生說的 對嗎 因為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誰說 我都沒講 我都沒有人知道 他是甘利先生說的 只是我一直覺得很希望 很喜歡的一個quote 其實很簡單 就是去做就對了 其實很小的一件事情就去做 沒有什麼很了解的事情 講了很久 尤其這些未完成點 跟記憶集中 其實現在都有這個東西 的社會 這樣子都很安全 名字也很直接 我們自己想像的很直接 就是global 全球加上local 所以這不是一個因果 只是網根自創 其實一個期許就是他跨越 講解 或是說其實根本就不需要 以國界為概念 是以社群 社群為概念的一個共生共生 然後我現在的狀態 其實就是來回三個地方 就是人物中 冰性的台灣 那因為事情需要 然後在這麼多頻繁的旅行 就是我自己覺得 以前的行李就沒有很多 現在越來越覺得說 我就是需要的真的很少 那真的是很少 那簡單跟自在是 邊境的朋友們 我覺得交給我最大的智慧 然後這是雲裡面跟小 我自己很喜歡跟小 就是他們在祈禱 然後這是邊境的界河 就講了很久 邊境這件事 剛剛一開始的那樣 有一張照片是邊境的公路 那個就是105號公路 105號公路 它就是沿著那個公路就有那命 可是公路 人回公路之外 它有一個那樣的界河 這兩個所謂可以稱之為 邊界屏障的東西 或是交流的東西 都是這些邊境住人 他們重生很重 然後畢竟的道路 然後是人們帶著我 用那整個邊境裡 這個是封面 說封面叫 有一個小孩 叫鬼祟 然後遇到就是 剛剛有跟宗里分享 比如說 我們現在在做 用不一樣的方式 繼續 了解邊境 然後紀錄邊境環環 就是再拍紀錄片 然後這個紀錄片的片 我們先遇到叫邊境丟珠 那就位在9月底的時候 然後我的分享大概到這裡 然後QA嗎